小潔護罩掉了 然後因為 他掉的時候是準備要回台灣 那時候他才發現他掉了 他就懷疑是我們偷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不合 哇 超級不合 是不講話那種 現在已經過了好像十幾年過去了 他到現在還是覺得是我們偷的 剛剛講到掉護罩這個 我有一個很好笑 就是以前我們幫忙堂 不是分兩團嗎 因為我們吵架嘛 我們吵架就是不合啦 幹嘛自己包料 分兩派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還有一起的演唱會在廣州 所以我們就一起飛過去廣州 然後分兩車坐 然後就反正我跟小潔 還有澳泉是同一台車 然後呢 去的時候就是要什麼 台胞證跟護照嘛 在這個中間呢 小潔護照掉了 然後因為 他掉的時候是準備要回台灣的時候 才發現他掉了 他就懷疑是我們偷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不合 哇 超級不合 就是不講話那種 然後 原來你們男生也會搞這些東西啊 因為那個時候是不是 我以為是我們女生才會 那時候鬧太僵了 所以連休息室 車子都是分開兩邊的 他們兩個 我們四個人 所以他就 那時候小潔一直懷疑說 是我們四個人偷他護照 然後我們就覺得 關我什麼事 我們全程都在睡覺 根本沒有人偷你護照 而且我們還幫他找 整車啊 車子底下 但是不講話還是幫他找這樣 對 OK 然後反正 後來到了 現在已經過了 好像十幾年過去了 他到現在還是覺得是我們偷的 就是我們啦 就是我 其實是我 所以真的不是你們偷的嗎 因為他被滯留了 大概有快兩三個禮拜 真的啊 他被滯留了 他被滯留了兩三個禮拜 就一直待在那邊 然後 就是吃也沒吃好 睡也沒睡好 就很緊張 其實不管去哪裡 就是尤其是這種什麼 迪士尼樂園 這種觀光客很多地方 我有朋友就這樣 我們去巴黎的迪士尼 包包 反正我覺得 不管去哪裡 包包就像抱在前面 就是放在前面就對了 因為其實你只要 你只要放後面 他那個爬手太快了 太專業了 你真的是一眨眼 因為大家都在買 那個伴手禮 隨便 真的已經會碰到一下 而且你碰到 你會反應看 其實那時候已經 他已經拿走了 然後那時候陪我女朋友 然後護照 整個包包被偷走 然後我那個女朋友 也滿可愛 我們都很著急 對啊 很著急 一定要跑 還要跑一趟警察局 就看到那個 他們那些警察都好帥 這就是為什麼要這樣 而且他們 你知道那個 巴黎的那個警察局的那個 他們就是很繽紛你知道 他還有那個照片 就是很開心的照片 然後我看我朋友 一把眼淚一把的鼻涕 因為我們下站本來要去英國 他就變成不能去了 他要直接 我們是要往下走 那他就是要直接被 就只能回台灣 對 他就只能回台灣 他還跟警察說 我可不可以給你拍照 還是要找帥哥 還是要找帥哥 然後 我整個驚呆 然後他就這樣 拍照 然後他們 他們就警察很活潑 就說好啊 拍照 這樣 那就是意思說不管去哪 就是那種 人越多的地方 越要小心